Hello大家好,我们现在谈到中国城市的时候 毫无疑问总是会首先想起北上广深这几个一线城市 那除此之外就是各大省会地区的首府了 以上这些城市按照我们国家的行政区化都是属于第一级行政区 但其实我国还有更大数量的第二级行政区 也就是平常所说的地级市了 他们当中有很多发展的也是非常不错的 有的甚至不属当地的首府 只不过由于不是省会城市 存在感也就相对较低而已 但那些城市在经济实力城市魅力等方面都是非常厉害的 早已经名声在外 我们国家现在有293个地级市数量如此之多 那我们就今天来看看其中那些各方面都很厉害 不属省会城市的选手 相信多半会有你的家乡哦 根据权威部门发布的2019年中国地级市100强排行榜 江苏省的苏州市位列第一 苏州那第一其实还是实至名归的 江苏省本来就是我国经济实力数一数二的省份 但论GDP只有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广东省能够超越它 而苏州无论是城市面貌经济水平还是历史文化底蕴都非常的出色 可以说是软实力与硬实力双强的角色了 各方面都不比省会南京差多少 甚至有不少外地人啊以为江苏省的省会就是苏州 那苏州成为新一线城市啊也是意料之中的 而榜单前十中接下来分别是江苏省的无锡市 浙江省的温州市 广东省火山市 福建省泉州市 广东省东莞市 江苏南通市 山东年台市 江苏常州市 江苏徐州市 河北唐山市 在榜单中啊只有两座北方城市 其余呢全是南方城市 因为我国目前不管是经济水平还是人居环境 都是南方远胜北方的 这也是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北方人南下 不管是短期旅游还是长期居留 南方呢都是很有吸引力的 而前十的南方城市里啊 又集中在江浙经济带 和广东福建沿海经济带这两大地区 那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这两块地区呢一直都是传统强地 首先是因为两者呢都有得天屠后的区位优势 都是江河入海口 海路空都超便捷 然后呢思想解放的比较早 人才聚集 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 那别的地方只是比不了的 那这前十的地级市中啊 都处在强势如云的地方 其实随便拎出一个来 都比得上不少的省会城市了 只能说中国这么大精彩的地方太多了 好了小伙伴们还有哪些不一样的观点呢 欢迎大家留言到评论区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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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